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多人的想像的话 对这个多人属群的导散是一件事 透过这样 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谁 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谁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但是原住民的小孩子以我自己为例 小时候郭晓的围墙 左边写的是当一个勾勾勾勾勾的好学生 右边写的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虽然这句透过政党轮题之后有改版 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台湾人 是有进步的 但是中华民国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学校 告诉原住民你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阿美人 堂堂正正的弹牙人 堂堂正正的弧弄人 所以教育这件事情 会让我们更精觉 学校是不是要消灭原住民的地方 以现在课堂来讲历史 一年级跟二年级必修的学分里面 本国的历史占了78小时 在78个小时里面 原住民的历史只占了3小时 3小时里面1.5是考古 剩下1.5小时才是跟现在的原住民有关系 比例上是非常低 为什么原住民的小孩只知道中国的历史 只知道世界的历史 自己的历史完全都不知道 有人说你要毁灭一个民族 就是把他的历史磨灭掉 没有历史你们就没有共同的族群建议 这是我们阿美族守护联盟 觉得非常需要去严正 严正抗议的一点事情 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原住民的课纲 今天不要说我一条 原本的课纲就有问题 我们还要抗议什么 我们根本连抗议的资格都没有 再来说我们原住民的认识在学校教育里面 原住民族 是跟所谓的原始人 史前的历史是放在同一个篇章 跟那些原始作物的人是放在一起的 考古放在一起的 介绍完了就没有了 可是看看我们的社会 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族 包含这些批谱族群各族 到底认识了多少 向来的教科书 特别是历史教科书里面 基本上对我们原住民是低度的呈现 就是说反正比较少 如果有是呈现的话 我不敢是错误的呈现 是那种比较高度选择 可知实用的那种呈现 某种程度来讲 他们定义的宪法 专制条里面的多元文化 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所谓的可以消费的 是可以欣赏的 坦白讲就是有一点像什么呢 我一直讲说认为有点像是那种 萨伊德的东方族裔的 异国情调的 那有点像什么 阅历 我们不是讲阅历吗 阅历都有各国的阅历 每个月都有瑞士的日本的最漂亮 但是这样 翻过了之下以后就完全没有感觉 这是我们目前现在有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原主义观点的 今天主流社会对我们的不正确的认识 不完整的认识 就是因为我们宣讨了一个对原主义的完整的格纲 现在的格纲都是偏向于主流社会 这个主流社会又偏偏又在蓝绿统都之间在那里 这个跌跌不休在那里争执 所以不管是谁哪一边得到这个格纲的编辑的权利 都不会把原主义放在重要的位置 或者是给他很大的位置 所以不管哪一边原主义都只是一个片段 这个片段原来可能是符合事实 可是如果给大家的印象都只有那个片段的时候 那么他不符合事 他不是事实 从原住民的角度 这个在克纲的议题上 我比较不要去 我要呼吁我们的原住民族 不是要在那边走边上 而是说 你看不管这些人在讨论的时候 对原住民的数字是多么的欠缺 所以呢 我们要 我们要回归我们自己的主体性 我们不应该 我们也是可以跟筒跟赌 可以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可以有一个良上的关系 我们不见得人家反谁 真的原住民的 那真正的重点是说 我们原住民主要主张 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格纳 毛利来讲 1975年开始自己办学 自己写教材 自己培育老师 从小学到大学都以毛利语言 来教学为主 传授毛利自己的知识 所以他们现在有三个大学 五万多的学生 在里面就读 里面蛮多比例是非毛利人 所以 台湾在三峡有个教育研究院 每年有无一的经费 一百九十几个人在研究教材 给予师资 相对是不是原住民 也要有自己的教育研究院 让很多树林高中 南大高中 以原住民为主的 学校里面的学生 可以真正了解自己是谁 自己的历史 有自己的课纲 的同时 非原住民的学生 也可以透过这些教材 来认识台湾部族的族群 会不会是比较好的方式 当时会有原住民改为原住民族 然后真正教育研究院也改的意思 就是说 我还是提到说 这是有集体权的意思 而且是原住民 本身是这个所谓的 富庶的事情 有这样的一种形态 我们要看的是说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们 是一个对等的 那我们可以在 台湾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共同的建设 但是呢 我们不能够以牺牲另外一个民族 来成就一个大 伟大的一个民族 这个永远是民族的不对 对 那原住民常常被牺牲的 那一个 那我觉得这个历史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藉由这个 反黑箱克刚做一个计划 我们拉出一个 对原住民族克刚的 一个创建的可能性 一起改变这样一个人 那我觉得主流社会 你要正视自己过去的 你就是 你用这个词 名词来去 故意淡化你对原住民族的这种 过去的样子 实际上就是这种 你自认为你是 你是很开明 很客观 实际上呢 你有根深蒂固的 和民族中心主义的 那我觉得你要正视你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好